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0年 9月25日下午的4点39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逛逛 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越秀区的大德路 可以看到现在路上啊 还挺热闹的 人多 车多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即使是工作室 路上也是人山人海的 应该很多打工人啊 都没有见过工作室外面的世界吧 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啊 有一次我出来办公 我发现工作室的时候 外面都是人山人海的 我就比较好奇 那这也都不用上班的吗 不知道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些人 有没有同样的疑问呢 前方就是广东省中医医院 我当时看到这些人 因为我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广州这么大 有着很多一些工作岗位 有些的话 他是走六地都不休息的 简单调休 调休的话就简单 工作一休息了 有一些是不上班的 就是有职业嘛 有一些是游客嘛 来广州旅游的嘛 所以的话就使得广州 即使工作室也是挺多人的 不过这里的话 应该很少游客来 现在在街上看到的 应该都是附近的居民 要不就是打工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店啊 都是一些五金店 看到没 不过的话前方机走啊 就是广州的北新路步行街了 虽然这里比较近北新路吧 但是很多游客 来广州旅游的时候 都是吉达这个北新路的 周边的街道它是不逛的 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吧 因为旅游的时间有限 哇 这什么 陈处间 因为旅游的话 它不限制住在广州 旅游都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 几天游几天游都是预算好的 不难浪费时间啊 所以来旅游的时候 都是吉达这个目的地区的 做好攻略 如果不做好的话 就会到处乱跑 没有目的性 看到没有 都是一些母亲店 那边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 那边都是奇楼 而这边的话没有奇楼 应该在过去的话 这边啊 也是有奇楼的 不过除了广州城市的发展 这边的奇楼啊 要不就是倒塌了 要不就是被拆掉了 摩托道具 摩托道具 第4个 我觉得吧 如果来广州旅游 走完行程的目的地之后 有时间的 可以走走广州的老城区吧 因为广州的老城区 是广州文化历史的代表 走在广州老城区的大街小县 你会看到 发现到很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跟你在景区是看不到的 前方有一家满族小学 难道这小学里面上学的都是满族人吗 广州有很多满族吗 看到没有 那些 装饰啊 都是一些清带风 没想到在广州啊 还有满族小学 不知道汉族的小学 这里就挺热闹的 看到没有 因为现在差不多到了下班高峰隙啊 因为现在差不多到了下班高峰隙啊 这家店好像挺有名的 这家店好像挺有名的 猪脚饭15块 这个价格还可以吧 现在广州的话可以说是没有10块的猪脚饭了 在5年前有 现在没有了 现在股票都是12块 15块 看前方这栋房子 挖房 没想到吧 不要看小这栋挖房啊 如果一拆迁的话 不得了 这栋挖房 我可以说是比很多城市的一套房 还要挤钱 因为这里是广州的西区 而且的话又离这个北京路啊 这么近 就可想而且这里的价值啊 是多么的牛了 前方就是北京路了 这边挤走 可以走到广州的猪脚边 哇 外国人 因为这里就是 处入境 接待待厅 这条路叫做解放囊路 这很多一些外国人啊 不是来这里帮一些处入境的吧 看又是外国人 好了 有意思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